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册的第二十三课 就是Lesson 23 One man's meat is a native man's poison 各有所爱 这个题目好像是一个人的肉能够成为另外一个人的毒药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情 咱们先把这颗书的生词和短语跟老师先来看一看 首先请打开书114页 Please open books at page 114 Let's look at the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把这个书生词和短语跟老师先大声读一下 好 动作快些 114页 Read after me 跟我一起念 Poison Poison Illogical Illogical Octopus Octopus Delicacy Delicacy Repulsive Repulsive Stom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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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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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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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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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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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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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x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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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oc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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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p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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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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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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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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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u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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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 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书一些比较重点的词汇 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就是咱们看一下毒 毒药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好 这个词表示毒或者毒药 用法特别灵活 咱们先看一看这个词直接可以当名词 它既可以当中心名词 也可以修饰另外一个词 你比方说我们说耗子药 Red Poison Red就是耗子老鼠 老鼠药这是一种毒药 同样用它当名词做定义也行 你比如说我们说毒气叫Poison Gas 那么这个毒箭叫Poison Arrows 这个Arrow表示一根一根的箭 射出的一支支毒箭 但是这个终于有个连毒 Poison后面一个N后面跟Arrow连在一块 我们大声里面 Poison Arrows Poison Arrows Narrow连到一块了 这本身也可以当定语修饰另外一个名词也行 总之它是毒或者毒药 但是本文中这个题目就不能翻译成一个人的肉是另外一个人的毒药 这个不通顺 在本文中这个Meat在古语中是表示食物的意思 它并不是肉 因为人肉得用flesh 不可能是meat 那本文中这个题目中的Poison在这不是毒药的意思了 得翻译成Terrible Food 非常难吃的这个东西 我们常说I won't eat that poison 我才不吃那猪食呢 难吃死了 不爱吃的东西 非常难吃的东西 叫Poison 是这么一个含义 我们看本文中这个习语叫One man's meat is an animal's poison 注意在这里面这个meat在古文中就是food 食物 我们说饮食叫meat and drink 这古文的用法 因为这谚语是古代老祖宗传下来的 所以得翻译成食物 这个Poison翻译成非常难吃的东西 注意这个Poison是多一词 记住这句话 I won't eat that poison 我才不吃那猪食呢 你溜自己吃吧 是这么一个含义 所以Poison是多一词 但是Poison这个词当动词来用也特别重要 我们在后面24课中就会碰到 这个词作动词可以表示毒死或者是毒害某人都行 毒死或者毒害 极无动词 咱们先看看24课里的句子 118页第6行末尾到第9行 118页第6行末尾到第9行 看看这句话 他说 The reader's hair stands on end When he reads in the final pages of the novel Now the heroine a dear old lady who had always been so kind to everybody had in her youth poisoned everyone of her five husbands 他说 这个读者呢 当他在小说的最后几日读到 说那个小说中的女主人公 一个对周围每个人都这么好的 慈祥的老太太 在年轻的时候 把自己五个老公的一个一个都毒死了 这个时候读者会吓得毛骨悚然 这个poison是毒死了 毒死某人 poison somebody可以 那么当然表示毒害也行 这人不一定死了 毒害某人的心灵 叫poison one's mind 这个搭配也不错 咱们来看看这个 大家很喜欢看的那个指环王中 有个片段 叫做Lord of the Rings 里面有这个片段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说的 把这片段咱们先听听看 这是在画白音里有这么一个片段 The Ring brought to Gollum unnatural long life For five hundred years it poisoned his mind 大家可能还记得 在第一集中有这么一个片段 他说The Ring brought to Gollum unnatural long life For five hundred years it poisoned his mind 他说这个小山怪得到了这么一个戒指 这个戒指拿到之后长生不老 所以他一直都活着 所以说这个戒指给这个Gollum 就是这个山怪 带来了非同寻常的长的生命 Unnatural就有为自然的 这么一个超级长的生命 这个Brought to Gollum 在这里面是一个状欲前置 因为Brain的搭配本来是 Brain something to somebody 但是这个Unnatural long life 这个太长了 所以把Brain something to somebody 换成Brain to somebody something something后置了 Brain一般过去是 那当然是Brought 然后For five hundred years he's poisoned his mind 这个地方化为应用的是英式英语 所以动作五 hundred years 没事呢 For five hundred years it poisoned his mind 毒害他的心灵 咱们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看第二遍能不能听得更加清楚 好 再来一遍 The rain brought to Gollum Unnatural long life For five hundred years as it poisoned his mind 这叫poisoned was mind 毒害某人的心灵 这个搭配也不错 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词的相关的形容词形式 形容词形式就有毒的 它叫poisonous 大家可以跟另外两个形容词同时记住 都可以表示有毒的 我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先读第一个 poisonous poisonous 这个大家注意 后面这个ous里面没有字母2 所以不要读成poisonous 不对 李老师说过 在美语中 如果没有字母2 就不能勾舌头 所以后面是ness 在那边 poisonous poisonous 好 它还有两个孪生兄弟 意思差不多 只不过后面两个更正式一些罢了 我们再大声来一遍 toxic toxic 当然英国人懂得toxic toxic 每人中分的啊的声音 在那边 toxic toxic 有毒的 后面这个词也行 也是用在正式书面中读一些 在那边 noxious noxious 这也是有毒的 咱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 我们说 carbon monoxide is a colorless odorless and noxious gas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在以前说过 我说carbon是碳的意思 monoxide是一个氧的 mono 表示一个 side 就是氧气的意思 放在一块 一氧化碳是一种 无色 无味 有毒的一种气体 colorless 表示没有颜色 这用的美食品写 c-o-l-o-r 英式就 o-u-r就好了 对吧 这older也是美食品写 o-d-o-r 英式是 o-d-o-u-r odor是气味 olderless 没有味道的 这个 一氧化碳是一种 无色 无味 有毒的气体 有毒的 这几个词 我们可以同时记住 好 这个poison 这个重点词汇 名词 还有它的动词 形容词的变化 咱们可以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 我们给老师 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汇 大家一定喜欢 就是 美味佳肴 特别好吃的东西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delicacy delicacy 美味佳肴 就好吃的东西 这个是个可数名词 大家可能能猜出来 它一定来自于一个词 叫美味的 特别好吃的 就是这么一个形容词 大家可能特别熟悉 我们再大声读一遍 delicious delicious 这个表示美味的 好吃的 你听着声音delicious 好像哈喇子 流下来一样 好吃的 好吃的好多好多 不一定非得用它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tasty luscious 甚至用yummy yummy一般是小孩子 说哎呀好吃 yummy yummy 真好吃 这几个都行 我们跟老师 先大声 摆这几个同一词读一下 delicious 注意 没有字母 不要读delicious 没有这个歌手的动作 在那边 delicious tasty luscious yummy 好 这个都可以表示好吃 但是这个yummy 一般是小孩子说的 但是它有个反应词 叫特别难吃的恶心的 也是小孩子说的 跟那yummy 可以同时记 我们大声度讲 yucky yucky 表示特别难吃的 让人觉得很恶心的 yummy yucky 从这个语气 等等听出来 这含义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把好吃的 相关的几个形容词 不得记住 就好了 好 下面一个 咱们看一个比较复杂的词汇 就是令人生艳的 令人作呕的 这么一个形容词 这是应该是复习 它的形容词 形容词咱们以前见过 只不过没有当中心词讲罢了 跟老师大声在读下 repulsive repulsive 好 这个词叫令人生艳的 令人作呕的 这是一个形容词 那么它的形容词形式 直接可以修饰其他的名词 比如说看例子 repulsive smell 令人作呕的一些气味 怎么这么臭 我这味道真难闻 闻了以后翻味后 或者是repulsive behavior 令人生艳的一些行为 令人讨厌的行为举止 这都可以用 叫做repulsive 那么这个词可以怎么记忆呢 它来自于一个重要动词 就是令某人反感 令某人讨厌 咱们复习 这个词应该在以前提过 今天重点词再读一下 注意重音在第二个音节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repulse repulse 注意这个词叫令人作呕 或令人生艳 所以这个宾语是人 如果人作主语 表示讨厌 另外一个东西 或另外一个人的话 咱们得用被动 这个讨厌 中文是主动 但用这个词得用被动 就是be repulsed by 这个结构 你比如说 the tourists were repulsed by the filthy conditions 这些游客对这些污秽的肮脏的环境状况感到非常的厌恶 你看它是令某人厌恶 所以游客呢 做主语的话 牢牢是用被动 be repulsed by 注意这个词被动 表达中文主动的含义 游客们非常厌恶这里污秽肮脏的环境 filthy这个词是个书面语 污秽肮脏的这个意思 我们把这词顺便读一下 th 吐舌头 达上那边 filthy filthy 好了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repulse 这个词重要的一个用法 那么举一反三 咱们可以把它跟同时其他几个词联系起来 同时记 这是咱们以前的在18课 讲repell的时候讲过 咱们复习 那么左边的这三个动词呢 就相当于刚才那个repulse 都表示令某人厌恶 令某人反感 令某人恶心 后面这个形容词呢 三个形容词跟一对应的 分别是同个的形容词 相当于本文中的这个repulsive 表示令人生厌的 令人作呕的 令人恶心的 就好了 我们分别一走一走来读 先读动词 再读形容词 大声来面 repell repellent revolte revolting disgust disgusting 大家可能最后 在这组 disgust disgusting 最熟悉呢 令人作呕 令人生厌的 这么一个 注意 这几个动词 如果表示某人讨厌某个东西 一般来说都从被动 be repelled by be revolted by 或be disgusted by 对什么什么 很讨厌 因为它都是令人作呕 令人生厌的意思 这边形容词 跟刚才repellent 那些例子都可以替换 令人作呕的味道 行为举止 这个都可以用 好 这个是复习 因为我们在18课 repell这个重点词中 应该是讲过的 下面呢 又出现一个 跟恶心相关的 这个书因为是吃东西 出现了很多这种词汇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这动词 turn turn 这令人感到恶心 就是翻胃的意思 turn不是翻过来吗 这个胃口 弱了呼呼顺嘴出来了 翻胃 恶心 是这么一个 这个词注意 集物不集物都行 咱们用两个句做对比 比如说第一句话说 the food makes my stomach turn 也可以这么说 the food turns my stomach 这个食物让我觉得很恶心 很翻胃 两句话把它背起来 我们生活中都可以拿过来说 第一个呢 是这个食物食物的胃口 这个觉得恶心 这不许无动词了 当然这个胃口 咱们生词中也有这个词 胃口或者比如肚子 都可以用它 读的时候呢 英国人后面一般发 啊这个声音 我们再读一下 stomach stomach 但是在美国呢 有两种声音 一种人呢 读得跟英国类似 都用stomach 在美国东北部 但大多数美国人呢 把后面读成a的声音 这个翻译也行 再来面 stomach stomach 两个声音 咱们听力中 可能都会听到 咱们都知道 就好了 第二句话叫 the food turns my stomach 这个食物 让我的胃口觉得很恶心 这个时候呢 用胃口做它的冰语 它当奇物动词来用 都可以 总之都是指 这东西我不爱吃 我觉得它很恶心 都行 那顺便就看一看 这个东西 让我觉得很恶心 还有哪些类似的说法 咱们不能光辉 这两个说法 因为我不知道考试考那个呀 我们先看几个 极物动词 直接可能人做宾语的 里面有时候可以说 the food disgusts me the food nauseates me the food sickens me 这个三个极物动词 都可以表示 令某人恶心 要吐了 它一般专门指食物 这个方面 当然disgusts 我们刚才讲到 也可以做派生意 表示令人厌恶 这个也行 我们分别呢 把动词原型呢 分别读一下 动词原型都没有这个s 先读第一个 慢慢来 disgust disgust 好 再读第二个 nauseate nauseate 这跟我们中文发心 差不太多 我们至少我们老家天津 有这么一个 这个发音句话 就要吃完了 naus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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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发音差不多 我们再来 nauseate nauseate 好 再读第三个 sicken sicken 这个好记 因为这个sick 本身表示恶心的 我们的sicken 就令某人恶心 不就行了 这个说法可以 或者用这个说法也行 the food repels revolts 或者revolts my stomach 这个repell 和revolts 刚才见过这两个动词 可以表示 令某人讨厌 他这个如果用某人的胃口 做冰语呢 这个食物令我的胃口 觉得讨厌 就是我不爱吃 注意它一般是用stomach 这个词做冰语 叫repell 或者revolts one's stomach 精彩的表达 希望大家把表达 固定搭配 记下来 保证速度和正确率 我们大声读一下 repell one stomach revolts 都行 当然英国人就把stemic读成stomach 都可以 这是表示讨厌 这东西我不爱吃 有的是这么说也行 The food makes me feel sick 或者说The food makes me lose my appetite 这个都可以 这个食物怎么样呢 第一个叫感到很恶心 用这搭配可以 我们读一下这段语 feel sick 注意不要读feel sick 你要读seek 那就变成动词 s-e-e-k 注意短音发 长音发 e-e-k 口型不一样 所以第一个是feel 细长的声音 但第二个呢 发 就跟军训暴数 2 3 不是e 而是e 口型大一点 再读一下对比一下 feel sick feel sick 好记得 再读后面那个 lose my appetite lose my appetite lose one's appetite 就是丧失了食欲 胃口 这个epitaph 表示食欲嘛 就是没胃口了 丧失胃口了 可以这么说 或者干脆这么说也行 这食物食物吐了 the food makes me throw up 或者 vomit 都行 threw up这个词呢 这一般用在生活里多一些 这个vomit 一般呢 用在医学 更多一些 总之呕吐 这么一个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第一个段语 threw up threw up 这个字面意思是从上面扔出来了的 咱们都是这么恶心呕吐 肚里热的呼 困上上面就扔出来了 这么一个 或者干脆后面那词也行 说着恶心点 我们把后面那词读一下 v开头 上牙处下唇发 v这个动作 在里面 vomit vomit 就好了 这是把那个什么食物不好吃 恶心的相关的 咱放在一块儿去 这几个词恶心一点 但下面一个词呢 咱们可能在快餐店常吃 大家可能觉得不恶心了